你能做出老闆的带来别人 他就这一只手了 等一下哦 好,我來的應該要轉自己了 我就台灣的應該要轉 哈囉各位,歡迎收看今天的黑熊吃渣館 今天呢我要來板橋這邊 沒錯你們標題應該就已經看到了 今天我們要來板橋這邊吃一個 之前還蠻多人留言推薦我的好出早餐 那好出呢我後來跟我朋友聊 就是上次跟我一起去板橋吃飯的那個朋友 他說好出有兩間 一間是一店二店 那在上次吃的那一間鴛鴦港市下午茶的那一間 旁邊那個是二店 今天我要來的是一店這裡 因為一店我沒有來過 那今天當然不會只有我一個人吃早餐 所以今天我邀請的早餐好夥伴 早上11點47分 跟我說這是早餐 不是啊 就是他有開到中午嗎 早餐 嚴格說起來12點之前都算中午 都算早餐啊 這就是天龍人跟高雄人的差異 然後呢他店的位置非常的特別 這邊是麥當勞 這邊那個巷子直直的走進來 就在正前方有一家 有沒有看到路口 那就是我們今天要吃的早餐店 對你停單的時候你看得出來要排多久嗎 看不出來 所以就是來了直接內用 那個是確定是內用的 對 要內用的話先停單 對可是我跟你說 我剛剛寫單子的時候才剛化掉第一個 那我們上面還有幾個人 我們是寫 我們前第八個 呃還有七個對不對 應該是下午兩點才吃的到吧 沒沒那麼嚴重 不過這個早餐 下午兩點 不不不只是早餐 你不要這樣子 現在是11點53分 我們就看看是不是下午兩點 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不會坐店內 我們會去後面的旁邊 喔別的地方坐嗎 對 這麼酷 那現在我們是先點餐的意思嗎 奶茶賣完了其他都還有 奶茶賣完 好那我就點這個 這看起來很慢 我點隨便 我也要點隨便 好 再來就是吃的部分 對 今天用的話可能要先幫我等級 現在沒有位置喔 謝謝 哇嗚 這邊 這邊 好 那我們坐這邊好了 隨便不知道會不會跟我們兩杯一樣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拼拼看 隨便兩杯是不是一模一樣 隨便兩杯一樣就有點無聊 他如果原本吃就跟我們兩杯不一樣 然後呢 我想應該是因為 他那邊店面太小的關係 客人很多 以前我知道好出的時候 他的人真的是多到外面拍一大圈 所以他多開了這一個 旁邊多租一間店面 專門放內用區的吧 然後他桌上的麗牌很有趣 是這個 這個是咱們的小麗牌 這是我們點的餐點 然後老虎是我們的麗牌 所以可以無視 因為老虎是麗牌 老虎是麗牌 老虎是麗牌 然後我點的是 我點的是 三貓喵屋寶 三貓喵屋寶 喵屋寶 因為我看到喵屋寶 就覺得寫了我的名字 再吃吃看 好 他那個好像蠻多的 就是喵屋寶三個大套餐 他那個是特製的 現在好像是新的 然後主要是點這個 好像會幫助睫毛 他們會捐贈一些 口口出去給睫毛的 好像啦 我不是很確定 然後黑熊點的是 醬燒什麼的 雞夾寶 我也不確定他 厚 厚 什麼厚 厚巧吃 我也不確定那個到底什麼東西 然後我還點了一個水果沙拉 我點水果沙拉 是因為那個菜單上面寫說 一天用這樣開始還蠻貴輪美的 虛的齁 其實我覺得在隔壁多開一個店面 做內用空間蠻不錯的 這個空間坦白說 比原本排隊那個店面裡面 還要來的舒適跟輕鬆許多 那這空間裡面也放了很多 應該是跟貓咪有關的義賣商品 在等餐點來之前 可以稍微晃一下這樣 現在坐下來我們大概十分鐘 對差不多十二點半 我們正式進來 我們是十一點五十幾 所以要開始拍 對嗎 十一點五十三 快一個小時 快一個小時不到一個小時 半小時再多一些 嗯 真的要排滿久的 來了 我們隨便 這是檸檬紅茶 我們這個禮拜的隨便是 草腸檸檬紅茶 兩杯檸檬紅茶 兩杯檸檬紅茶 好 今天他說他的隨便是 草腸檸檬紅 沒關係 還沒有好喝 可惜沒有兩杯不一樣 有破鴨餅 破鴨餅 沒有喝香啦 謝謝 破鴨餅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我不想我就沒點 你知道嗎 他其實就是有點像 怕黏黏的那種 那種 後面就是像去壓 壓身體那個 哦 好好好 這一個就是我點的 扣醬鴨吐司 還是雞吐司 我自己忘了 然後那邊呢 是Neko點的 水果優格沙拉 哦這看起來 哦~~ 這個其實是漢堡紙袋 它是可以把拆點這樣 裝在這個面子 旁邊的缺缺的表格 會掉出來 好 謝謝 這是我們點的 它後面要包還蠻大的 對啊 那裡面看起來有什麼 鮪魚 蛋 鮪魚蛋 菜 這好像是辣椒 綠辣椒 不是吧 上面那個也是炸雞吧 是嗎 這是炸雞啊 這是辣椒吧 哦完了 應該是不會辣的吧 綠色的辣椒 不會辣的 哦 優格是粉紅色的 裡面有什麼 鳳梨 我吃到鳳梨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你討厭鳳梨是不是 就這個 裡面有醬燒 還有有的沒有的 它這個 醬燒味非常的濃郁 然後 可能是洋蔥還是起司的關係吧 它裡面會 有點黏稠稠在一起 那種味道很好 它中間應該是起司沒有錯 我的那個不是雞排耶 就是炸的豆皮 它是炸豆皮喔 炸豆皮 好吃嗎 嗯 它麵包不是一般的麵包 不會講 有點像是用烤過的麵包 還不錯 這看起來比較脆 比較脆 炸皮就脆了 這個吃了差不多了 然後 因為我沒辦法全部吃完 份量太多了 我至少要把裡面的肉 全部吃光光 那這個 它的味道 我覺得是 喜歡吃重口味的話 絕對可以考慮一點 因為它吃起來 像BBQ 那那一口那一邊 那一份 你不是說吃起來 就味道比較淡一點嗎 我剛好吃了一口裡面 有鮪魚的腥味 然後 我覺得好吃啊 而且比較意外的是 我們原本以為是炸雞的東西 原來它是 豆皮 這邊就是 清淡健康套組 然後 這裡就是一個 蛋糕尾 要死到要死套組 差了 差了好飽 往 往 應該是那個方向曾經 我們先從結論上來說 滿分十分 你給幾分 六分 這麼 這麼 這麼微妙 剛好幾個而已 來來 說說 哪些地方你覺得不滿 也不知道不滿 就是 像它的沙拉 基本上就是把水果 然後 高麗菜 然後 再加上 草莓優格 這樣把它丟進去而已 這樣賣六十塊 說貴 也不會到很貴 可是說特別 沒有到很特別 就是一個 如果我知道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不會花六十塊買 但不會貴 那就是可以 那我個人呢 我個人是給它 大概 七分 七到八分吧 七點五左右 我們兩個一致認同一個東西 就是它的 隨便 那一杯 檸檬紅茶 真的很好喝 那我吃的那一份呢 就是它裡面有起司 又有什麼 它味道非常濃郁 剛好有打中 我愛吃中鹹的胃口 所以那一邊我還算OK 那價格呢 我原本以為很便宜 但是我剛剛仔細算了一下 就 也是 就是差不多那個價格 對 我那個漢堡 它賣九十五塊 可是我吃起來其實沒有九十五塊的價值 但是好吃的 如果那個漢堡 如果賣七十五 我覺得差不多 就是它的價格就是普通 你不會覺得 很貴 你不會覺得到很貴 但你也不會覺得說 哇好划算喔 好像也沒有到很CP值 而且在考量它 要排隊的狀態上 對 如果你每次來排隊 要排到三十分鐘以上的話 我可能就會考慮了 就不會特別跑來吃 對對對 不過如果你們都沒有吃過的話 還是可以來一下 因為它菜單裡面 其實樣式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剛好沒有點到它的厲害 我有上網查了一下 但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查到 有人 大家都只說菜單好多 然後我點了什麼 然後沒有人寫說 來吃好出一定要點什麼 對 好啦各位 那今天歐雄吃大家的 就是這樣子 這次感謝Neko無妙 陪我一起來吃炸燈 資訊卡會放到他的頻道 那有興趣去看一下 那我們下一次的 豪雄假炸燈再見 大家掰掰